这一波G秒AK G秒AK在大概150米的范围距离 这个实话实讲 你要说他是凭实力打中的 我是不太信 我感觉有点 你要质疑唯一K神的事 也不是 就是实力和运气并重 这一波秀出来了 这边他有多有的 并且是有提前发 但他队友是个大盘鸡 这边队友肯定会摸进了 他要摸 但是开车直接溜了 不给你机会 K神这一波G秒AK 让我想到了很远之前的一场比赛 我知道你想说啥 好吧 说实话 三位级怎么会跳到这儿来了 我有西圈 一个大的西部圈 而且是阴阳圈 这个圈 我都知道那位怎么打的 你看待会儿 随圈刷圈的时候动 那位会直接走西海岸 到这个离境中心 也就是现在 HQ好像是K3呆的左下角这个房区 然后继续往东中间插入 是 刚才这一波开场的一个机导 其实蛮涨势气的 也给我们小狮子拿了很多手感出来 对的 听到世界 尤其是鸡苗这种东西怎么说呢 就纯爷们才用鸡苗 是吧 刚开始也没有吧 纯爷们才用鸡苗 稍微靠南部的 但他还是有可能在歪城南北去判银洋银 因为这个圈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 对 Liquid现在其实他 我估计可能会采用最早的那套打法 就是派Evita出去 是吧 我把桥头那个位置先站住 是的 然后我剩下三个人再慢慢搜 OHM是在一线天的位置 你看 4M天然快 因为HBN抢了他东西 所以说天然快 只有稍微搜一下就开始动 那这个样子的话 考验他们的这种在穷困模式下的作战能力 考验 我觉得比较考验他们第一个圈 前两个圈的选点 对 一定得往中心靠 如果他这个时候不往中心靠 他后续没有什么僵持的 一点点 那次还在 4个啥都没有的人还在转移中 是的 现在看到了我们的介绍 Ranking是第六名 现在 排名第六 我们这次也是引入了一个 实时的API数据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所有队伍 实时的一个数据的变更 包括击杀 包括他的排名 都会实时的展现给全球所有的观众 是 还有我们一个摄像机 你看直接是拍了实时的镜头 但现场好像稍稍的有些 他要保证 就是选手不受其他光线的一个影响 这样我们这比较可惜就是我们的粉丝没有办法看到四位选手帅气的脸 现在看看照片 现在还在做初期的搜索 那么时间来到你刷第一个圈还是两分钟的时候 恩港的GOD 那么这个圈对于费子 大小店 你看这一局大小店好像都没人去 费子 费子他看了昨天的比赛可能会哭 全是东圈 全是东圈 对于恩港和大小店的队伍来说 是相对于比较烈士的一个圈 对于像下城区 下城区的一些队伍是相对于优势的 GOD 这个也是目前百分七分第二 刚才吃了鸡手感震热的战队 是的 到目前为止只有Liquid 是完成了两级并且是一个两连级 没错 其他队伍每一把目前吃鸡的还不太一样 我们刚才说到这支队伍 那么在APL的第一赛季和第二赛季 包括PKM的总体韩国联赛里面 GOD是以总分第一的成绩出现 参加本次PKi全球总统赛 对 而且他们是没有打预选 他们是靠积分嘛 成长成长性非常的高 他们就是他们是看五个联赛的总积分 是 来 高斯大 这边4M还在平原处找位 而且跟OMG是属于并列的 你看OMG就在边上 小海也动得非常的快 现在双方交错而过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但是开到Tim Gates边上 这波扫射 我看得出来4M非常的谨慎 小心 差一点点啊 打中了一枪还可以 Tim Gates的这个位置 其实是占了AVANGAR的固定用点 AVANGAR是非常喜欢先缩完 先缩完立刻 不过这个圈是北圈嘛 对的 北圈他可能不会选择往南进行扩展 他可能会再等一会儿 他特别喜欢在这种时候 先在刚才Tim Gates那个位置派一个人搭一会儿 尤其是一般是Keyn 对对对 好 4M也是有惊无险地转移到了龙背山 是 但是怎么说呢 龙几山山顶 他其实对于你的背景啊 你的子弹数量的要求很高 因为就你没有背景你也看不见 我们看见的这一次航线虽然说对4M非常友好 但是4M只搜索了两分钟的时间 哦呦呦呦 XP放倒了Gaxi 这个也是队内的猛男啊大腿 这有点没法救 能扶吗 队友都不在旁边 可能有点 抬车去了 应该还是要救 想扶 这个距离应该是被放倒着对方扶不了 其实有另一局 毕竟是队内的猛男嘛 对 这个时候有机会救的话还是可以尝试救一下 我觉得WTSG会不会被龙几山 以及来自于激港的Ginji Black 两边夹住动不了 待会就有点尴尬了 过去了之后就队友 对 不知道 不知道会不会因为这一波救队友啊 反射连锁反应 嗯 不过他们也留了一个人 就 保了一手 是 救人吧 不需要那么多 啊 扶起来了 扶起来了 哎 哎 没有 这个是 还趴在这 还没来 还没来 趴在一个 另外一个草垛是挡了一下 他队友也被打了 队友就这样开过 是 下车 车一定不能被卸了 这个把车是藏在了草垛后面还行啊 挺聪明的 对的 这样子的话 Sexy Pick锁定不了两个轮胎的位置 对 他不知道具体的位置在哪 是 还行还行 利用了我们所说的地理优势吧 嗯 对于这一块的地形还是比较熟悉的 虽然说无形形 哎 他是个三级头啊 哎呦 是一级头还是三级头 一级头 一级头 看错了 贴着头皮了一级头 他这个 迷你的握把 好 看着有点像三级头 直接跑了啊 那还行 有了有了有了还行 浪费了一定的时间 但是人是救起来的 但是还是造成了一些伤害 还可以还可以 这一波总算是减回一条命 对 而且车辆载 并没有受到过多的一些伤害 Sexy Pick好气啊 到手的主手的这个鸭子也飞了 这15分都吞进吞到了一半了 没了 我吐出来 Savage Savage初期是被 小狮子击杀了蚁人 目前他们的一个总排名是在11位 是紧随4M的后面 像其实蛮难受的 你说这开得好好的 突然一两百米以外有这个枪 还是把AK 对 突然就没了 大概150米的样子 对 我们看到右边的狮子排名 目前排名最后的一样是 来自于东南加第二出现的 对于我Refund Tim Gates由于上一局的表现 所以是往上涨了几米 这一波 这一波 打下来了 放到一个 但是能压吗 应该压不了 对面山头是有HBN的人的 对 所以应该是压不了 而且这个人头还不一定属于你 但反正是救不了了 大家都在 另外一边 这边拿Wi 你看拿Wi 是不是在这个西汗 他西汗这边二二 他突 点到一个 打下来了 这现在来到的表现比赛都很准 感觉CGX和CGW 这两个队伍总是背金版 转移的过程中被人打下来 都是 而且在同一时间 是 大概这就是羁绊吧 这个救不了了 Pure Boy 纯男 他是 纯粹 纯净的意思 纯男 纯男孩 纯情男孩 你看我干什么 你不是酸男 你不是酸男吗 你一直看我 他叫纯男 我们这有头男酸男和偷男 突男 还有突男 这次四男组合 其实蛮可惜的 没有我们的女姐说 对的 哎呦 HBM 金头哥 被Savage 还击了 对 Faster Trail 也是被击倒 这边 要就必须要烟雾弹 在第一个圈 说实话 这一局第一个圈 基本上所有人 都是在车上被打下来的 对 这个也证明了 选手们的枪法真的很猛 远处 哇 差一枪 利用一个草垛 直接趴下来了 很聪明啊 对的 但是感觉 有点骗自己啊 就是一丝血 蹭到一个脚趾头 你就没了 能蹭到吗 没蹭到 哎 角度不够啊 蹭不到 还走走 这样子以来对方应该是能把血打起来 哎 这只有绷带 他只有绷带 HBN也是机场的啊 他现在已经深入到了这个位置 说明他动的速度也不慢 也很快 而且动得很深 哎呦 泰国战神 泰国这边正在寻找猎物 是 这个阵型其实蛮奇怪的 它就是并排并 也没有什么投车和这个拉开很长的距离 就是找了四个代步的 对 是 看上去蛮帅的 就这个距离也太近了 非常的集中 大家 昏庆车队 打西海岸 西海岸圈 这个圈有几个地形非常关键了 但这个太密集了 是 麦田的那个电塔 不太好吹入 把西海岸的几栋房区 包括卫星楼都很关键 对 这是属于Navi的 比较擅长的一个圈 我现在想知道 嘎卡好像没人 我看到OMG好像是前往嘎卡了 哎 这边OMG是绕了一圈 对 再往块子那边转移 他嘎卡也没人打 他这个时候应该要考虑转嘎卡吗 他停了 这波还在动 被两边集火 OHM也在打他 是的 但还行距离比较远 暂时没有什么问题 这往南兜了一个大圈 对 往南兜了个大圈还行啊 南部因为没什么人 因为刚才南部的队伍继续往中心推进了 所以说把南部的位置给让了出来 把这个炮楼控出来 那这样子一来整个屁股后面很干净 也蛮舒服的 但是现在要小心的 就是Liquid和Gold的两个队伍 都往这个条摸过来了 对 但是 台湖战神遇到了HQ HQ遭遇了 不换一个 哎呦 Goldwyn H是什么情况 是开车的过程中被蹭到头皮了 被Black打了 对 隔壁MISS和HQ也打得火热 固存这边固固上山 连头盔都没有 奢皮走位 真的很穷啊 我觉得他就一个包 就有点尴尬 而且是车辆也被逼停 车辆应该是被逼停了 并没有 我看到他们的药量太少了 是 高德鲁这边甚至是什么都没有 就只有枪 只有枪 小醒目怎么会在人家楼下 对啊 这边是 我知道了 就是剩下三个人爬过去了 小醒目被拦在这了 哎 这闪光弹 老哥 你这 闪到自己了 现在4M 孤存和阿鲁卡 并肩并 看到了Ether Ether Ether没有第一时间掌握到信息 但这一缩子弹没有打到 对 没有打到 还好就是GOTV吸引了火力 然后当时Ether第一时间的目标在GOTV那边 是的 这边 但是直到的位置 这个雷 哇 这一颗雷 太准了 这 啊 那没了 这没了 这真是真没了 这两个位置站得太近了 两颗手雷 CPT也被HQ放到 只剩GOTV一个了 只能说还好 FWM并没有分输太多的资源 而且GOTV也没做低 只好ZXP给一颗雷 也没有将 也没有给任何的机会 那只剩下醒目了 醒目没了 醒目被HQ淘汰了 这个已经 出局了 这一波 对 FWM这把反向了 有点可惜 这一波 阿鲁卡和 这个 孤存 说实话 打得有一些保守 理论上讲是可以利用GOTV的枪线来做一些事情的 对 无论是进攻还是撤退 都可以 但是他们选择固守在那一个小小的石头后面 被对方掌握到位置之后 两颗手雷是轻松带走了 这个我觉得可能打得过于保守了一些 我个人觉得 就FWM现在的情况 他被HPN抢了一半防区 并没有选择和HPN去争夺 这个是对的 但是他搜索动得很快 我知道他什么意思 他想先动到圈的中心范围 去找那些没有人搜过的H区再搜一下 但是我们整体在PGI的节奏都是偏快的 有很多动得快的队伍天然距离就比较近 他就把这些位置占完了 你找到一个跑的位置 这一波 没办法 这波真没办法 而且OMG的位置也不是特别好 就FWM这波处理的太过可惜了 够的 你看够的依然在往中心深入 还有地方可以占 这中间这个FWM就可以占 你看他比Liquid就是在转移上面 我觉得尤其TP模式要聪明一点 他知道找一些弱手 他知道西海岸的人是非常少的 所以通过西海岸是更加深入的进到圈内 反观Liquid就跟OMG尬住了 现在从小海的位置来看是想要打Liquid吗 往南走拉了一个枪线出来 他们要想办法 这个一定要把圈边让出来 不能 而且Liquid是要绕大圈了 我知道Liquid Liquid要绕大圈从右侧切入 直接切麦田 他一定会切麦田的 是 现在Gataka的位置是空开的 Go的这边好像跟Avanga遇到了 而且远端的Navi也在开火 呆的人会比较多 还可以呆 开到Go的脸上 Loki也一个换一个 这样子他自己的队友能给到支援吗 但是还有一个日本来CGX的 两个人 那隔在中间 还行有一个小树可以服一下 可以服 Mumino也是开车驱车过来 这样Loki是没了 Loki服不了 这就是3-1的代价 你如果这个时候被别人击倒的话 我觉得Loki这个厕所他打得有点冲动 其实可以不漏的 毕竟是一个人暴露在外 这一颗雷 601一颗雷 601仿佛三井附体 一颗手雷将对方两个全部炸 对 这个三分球他们队内的突击手KIN 以及狙击手Dai-Z是被炸到 但是Mumino刚才是怪的 可以服 都过来了 好就好在就是对方刚才是扶起来的状态 小心 有人拉开了枪线 有人拉开了 Dai-Z Dai-Z H边 密欢这个时候突然 平头哥过来 听说有人在打架 平头哥确实是有这种平头哥的风范 对 听说有人在打架 我很开心 往上硬摸 摸掉了一个 是的 现在中心位置的一个建筑类型掩体 已经被所有队伍全分割完了 现在我觉得圈中心位置最好的是 地图正中间 那个麦田的电塔 电塔已经被 已经有人占了 那个位置就是 脱离于凡城俗市之外 周围一个头都没有 对 你们先锤 我在这儿收养 再切切右边 他想从这边走 要切麦田 但是前面的路 我们从大地图上看 但是被封住了 封住了 但还行 他能不能找到那么一两百米的缺口 他盲冲的话 是要吃很多地形的 从现在的地图上来看 没有给他站的位置 就怎么说呢 就是OMG吃进那个凹坑吧 那个凹坑可以呆一呆 只有那儿可以呆 只有那个地方是比较靠近圈中心的一个能呆的地形 其他的话 圈中间麦田不太有位置 除非他把那个电塔的队伍打掉 他这个距离去摸电塔不太肯 对啊 肯定会被打吧 这边 怎么说呢 就是现在还好 这是靠圈中心的位置 但是沼泽这个位置聚集了太多的队伍 待会可能会出事 反而是Navi拉在外圈还有更多的转移机会 Navi现在在左边 而且是22 一个长距离的22 他们一个这么远距离 500米22 怎么说呢 这两个队伍这两个位置离这个圈的最西面都太近了 这圈很有可能把你两个22全耍出去 这个 但是他们中间我们从大局上看是OK的 中间有很多位置是可以站的 会稍微好一点 毕竟隔了几百米他的可控范围会大一点 是的 现在大家都在等第三个圈 正中间一个同心圆 现在这个怎么说 这个电塔太舒服了 这个位置 泰国战神 是OMG 我们看到已经开始动了 还行OMG可以站住这个下的大斜坡 他可能是想去他刚才吃鸡的那个位置 但是 他应该是到这个山头观察一下 他应该观察一下 如果看到这个没人 就可能会去 现在延期 继续 这一波 WTSG 车飞出去了 人没倒 还行 这波Black的一波转移 从北部扎到了 这个圈的最北边 小坡这儿 打着两下头 其实很果决 这一波走得很果决 先进圈 要不然后面再进就是马 怎么说地图力真的很深 现在 这个WTSG好像不想让他们这么舒服 直接封了烟雾弹 要过来扔雷了 因为WTSG如果让他们缓和过来的话 待会就是Black 自己进不了圈了 Black卡WTSG了 双方互拼三分球 这个雷 直接把URO打掉了 而且Gramatic也只有一丝血 现在Sexy Big 为了保存这样一辆车 是强行挪了一下 但这个车选量不足了 他要继续往深入 他要留一个队友在这里 因为只有两个人 这个时候派一个人 单兵 冲到圈中心 去狗鸣刺 哇 真的很冷静啊 对他会放弃掉 背后的端后的那个队友 Refound是放倒了MISS的一个人 MISS是正中间 ZeptyScore的双车都倒了 Liquid这边出现了车祸吗 是走Gatka想切入 你看那个是不是疯狂想切 哎呀他这一波切进来以后 来到了木屋 只剩下Ibita一个了 连接连跳进来 对方是个12k 但是没打料 但Ibita这波走位灵活 哎呦 Ibita是占据了一席之地 爽啊 又是Ibita Ibita每次就是要不最早死 要不最晚死 开心 Navi是去冲了一波HQ 现在往前Rush HQ只是M4一个了 在面对独连体猛男的情况下 独连体的怒吼 独连体的尊严 麦田地上 但是他后面有队友在打他 有没有看见 看到了被放倒 应该是GOLD 在南部的队伍 这个枪线 从自己的背后和右侧都有队伍在进行夹击 很难进攻 可以说是Navi和HQ都非常难受 没错 GOLD还在边缘 被补掉了一个 GOLD这个边缘的位置还行 但是不知道他们的载具保存量如何 虽然说战斗非常激烈 现在还剩54个人 并且也只有一个队伍被淘汰 没错 OMG也并没有过多的深入到圈中心 而是就进行了 就进行拳 打波圈边 跟我们预测的差不了太多 就是在这个大凹坑 因为整个右边是麦田吧 藏不住人 所以我只需要挡左边 那左边正好是一个大斜坡 是的 就是只是会受到OHM的骚扰 左侧还是主要的注意力还是 诶 这边WTSG应该 我看到 Sexpeak的车被打爆 他的位置是暴露的 对 这个地方怎么说 就是因为他们刚看到Sexpeak挺在这 然后成功的两颗三分球命中以后 是强行杀入 这个被 阴望的 被右侧的 被Refound 这边在点 打掉了 打掉了 Black 再一次是 好像还是18名 没错 他每次 这两把的反向导致了Black 可能心态上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 但是他们的兄弟战队 够的在这边吧 又发挥得非常特色 是 够的位置现在还OK吧 还可以 现在就MISS战队 刚刚那个检员 被放倒那个能不能 也扶下来没有 我现在比较好奇 他们真的是正正中间 视野和打板的位置最好的地方 诶 这个房区 你看到CGW那个房区啊 CGW 就是脚底下的两个并排的别墅 诶 诶 这个圈往回切了一下 对于OMG来说 还可以再多待一会 说实话 这个位置也不是特别 我觉得 以OMG上一次的亏来说 他们这脚 停着不动的可能性会高一点 对 看笑容怎么选择了 我觉得 他们这个时候主要比较尴尬的 还好 旁边HBN是卫星楼 卫星楼这个位置 他不会主动往 他摸出来 因为他一摸出来 就要被这个北部的队伍打 他没必要去摸出来 对吧 而且南部的队伍你要知道 就是东部 OHM这个队伍现在不在安全区了 OHM只要一出来 就是没有任何的掩体大平原 就会被OMG打吧 OHM 现在OMG也是在扩大自己的范围 对 现在反而是刚才沼泽地的这边队伍会比较尴尬 而且泰国战神所占的这个电塔 太爽了 他这个位置有点慢性死亡的意味 怎么说呢 就从这个圈来讲的话还可以接受 因为他的控制区域和范围是也都不错 这边三位置和Vanguard 还有Gold 这边是跟Gold 这边要攻防 看到了 只剩一个人了 好像只剩下 只剩一个了 这个时候直接拉出来打 放到一个吗 没有 这波没有这些失误 两个人扶起来了 这个甜甜包 甜甜头盔还能再苟活一会 是的 这样子以来Gold的排名很高 现在那一次的位置非常的好 你看 OHM这个因为不带安全区的关系 只能通过麦田 这肯定是要被OMG打靶的 对 OMG只要打靶成功 整个自己的右侧 整个自己的右侧 就安全了 他一定会对这边发出猛烈的危机 而且就是 Ghost和OHM还会互相打 对吧 拍肯定是切了 这个对于OMG来说 其实非常舒服 你看这个火力倾斜 对的 一直在倾斜 OHM OHM这边 突了烟雾弹 但是 没有反抗能力 你看只能被打吧 很能打 现在有三四个队在打到他吧 对 哇 这个 我们可以第一次在实时的比赛当中 看到这样的弹道 看见选手的子弹 是以什么样的一个密集程度 倾接在一个队伍身上的 是 所以有些时候你会发现一些选手 真的是跑出两步就没了 小狮子火力全开 通过修脚趾头 把对方击倒 而且这个是可能救的 没想到 LionKK还有这样的技能 这又是霸了霸头 他不仅可以按摩脚趾 还可以按摩头皮 什么时候去学了这样的技师技能 吃饭了 动弹不得 现在其实主要不是人头 主要的是想法 他是打出了空间 要把这个空间给打掉 没错 他现在控制的区域其实已经很大了 还可以 整个如果把Ghost给打掉的话 他就可以顶到马路边了 对 现在就是这个问题 现在就看怎么办 能不能先抢到马路的 就是右下角这个位置 对 但这个位置我知道 在OMG笑容的正上方 那个两侧 它是中间一个坡道 有一个小凹坑 它是一个坡道 就是它是一个上坡的位置 这一波WTSG想摸上来 真的是被泰国猛男两把枪压得死死的 Tim Gates这时候在当幻影坦克 对的 他是看见了 没有成功 被Refound打掉 来自于越南的代表队 现在整个圈的右侧是茫茫多的人头 所有人都在这交火 OMG看看能不能减到几个 那次 现在就是OMG一定要转 往笑容那位置动 那个斜坡那位置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地点 就是顶到右边这个角落 对就是这个位置 对 马路边 只能拿车当一点点点点 其实他的队友可以再往那个黄色的风速那边 是的 再顶一顶 看胆子更火大 这个叫控节奏 其实我觉得BT这个位置有点风险 很容易被就是 如果miss他们腾出手来BT这个位置很危险 现在他们主要是 哎哟 近处发生了混淹的一个情况 就真的不动的 脸对脸 我 你强任你强啊 在烟雾中做自己 动一下做我书 这是在铺路 他一点一点往里走 Ebiza 是一个烟雾弹接一个烟雾弹 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 空挡街舞 是 他强任他强 清风扶山钢耳 漫步云端 是 这波漫步云端 Ebiza没有头盔 还没暴露 他已经在逐渐的往前跑了 在做 天呐 自己的一个奴隶 烟雾是真的大呀 这个烟雾弹是形成了一个L型 Ghost也在随着他的烟雾往前递进 Ghost在找他的时候 被远端山上的人疯狂的锤 对的 由于Ebiza一直没动 反而是跑进来了 是的 又是一个烟雾弹进圈了 我觉得他的烟雾弹应该是 用的差不多了 还没竞选 还没竞选 没有竞选 还要再有好几步的路 但是他一步一脚印 后面 告诉他 他不敢往前走 他不知道Ebiza吃不吃他 是吸烟 Ebiza 到底在哪个烟雾弹里面 对 他只能选择往上走 那实际上一半在哪儿 看到了 看到了 Ebiza Ebiza这一波 是被 Team Gates的人的枪声吸引了注意力 是的 现在OMG选择驱车进圈 小狮子扑烟 要拉到这个大斜坡 还可以 好像已经进来了 拉过来了 要挪下车 这颗雷 我还好是上车躲避一下 应该是NICE扔的雷 还行还行 很冷静 没有被后续的雷炸到 这样子的话 满边成功进圈 NICE往这边扑了 这波BT选择扔雷 应该是有雷的 有角度 刚才NICE是被击到一人 双方都是吃清晰的 差一点点 好可惜这个雷 现在要看 侧翼的队伍 但侧翼的队伍 已经死得差不多了 只有 这个位置 左切了还可以 还能打 但是 OMG这个位置必须要 一定要处理到NICE 对 一定要处理到一方 要不然待会儿 他们两侧会被夹击 而且NICE 现在最痛苦的是 他不能摸上来打OMG 他一摸上来打OMG MISS 就会削他头皮 对的 你看他站不起来的 你看那黄色 这个来自于MISS的子弹 就疯狂的在压着这里 就现在看OMG的头支 多不多 应该不剩多少 应该不是特别多了 他现在没有办法去轻OMG OMG 也没有办法上去轻 对对 正常来讲就是NICE 他现在最想做的就是 我轻下去把OMG先打掉 CGW 这个是无敌打把位 这个前面没有任何 侧翼也没有任何的掩体 是 现在MISS 在占据了这么多个天命圈中 终于是刷出来了 这几个投资物 小宝鼓炸 漂亮 打了一个 直接Rush 这个时候跟Tim Gaetz Tim Gaetz一定不能 不要给NICE任何的机会 任何机会 两个雷 再打一波 看到了 有了吗 又一个 还剩最后一个 皮子宝趋势 只剩下最后一个 皮子宝趋势 只剩下一个人 这个时候可以补击一波 MG 现在控制住自己的节奏 运圈还剩1分44秒 混淹 这个时候应该手类 已经差不多没了 如果有的话 应该会往这个烟雾袋再扔一下 关键后面的 现在小海在钉 在钉 在钉屁股后面 他觉得有可能有毒狼 他应该知道刚才那边没打完的 对的 BTA应该是舔完一波 现在要趁着MISS在冲击 其他队伍的时候找机会 诶 后面的小狮子是清掉了 Tim Gaetz的Motive 那现在只剩下Nights的两名选手 好像在服吗 这个在烟雾袋里面服 你是不给我OMG面子 好像是在服 但是他们不着急 这个不知道要散了 一定要清理完 看到人了吗 还在看 有一个跑出去了 没有机会 又被击倒 又被击倒了 这个应该是直接被服掉 烟雾袋里面还有一个 远端还看到了MISS的人 側翼 直接压上去 这是和S战队 S卡被打了一梭子 对的 那次战队已经被清理掉了 MISS也被打掉一个 是的 现在是二推进进来 但是自己这个地形说实话 不是特别的优势 不是特别好 但是比S卡要好 投掷物也差的 S卡是吃毒的 是 S卡现在只能靠打包 他应该是因为 你不跳鸡杀 我是不会走的 但是Nights对最后的毒老 想要偷袭一波 笑容 笑容被打掉 被捕了 被捕了 还在烟雾袋里面混 哇 Nights这一波 往烟雾袋里面掃啊 这个 前后包抄是没有任何机会的 可惜损失了笑容一个 没办法满边作战了 是的 现在场上还剩四支队伍 全是往OMG这边缩了 对 彻翼的泰国战神和远端的CGW 还有WTSG的毒老 泰国战神的这个位置 他刚才那个烟雾袋 应该是被第三阶层的位置所侦测到了 这边WTSG和CGW先摸一波 应该先摸一波 应该先摸一波 那这个的话可能剩下一两个吧 对 对 欸 欸欸欸欸 脸贴脸了 脸贴脸了 第一波交火双方没掉血 双方互空一梭子 以示尊敬 以示友好 O2一下 我有12K 这个时候12K还是厉害啊 对的 我觉得OMG应该是会选择 他们首要的目标就是miss啊 对 他们在矮波 这个时候他们的一个活动范围相对于miss 是会稍微大一些的 看BT的位置已经成功的拉开了 反观miss是动弹不得 三个人缩在一辆车后面 对的 miss这边还 还处理了 把外围的收掉了 是 这个时候OMG吃到信息 还有另外的队伍 所以说他们会放缓节奏 嗯 miss它的优势在于它是满边 对 OMG有一点点小劣势 就是人数少 不过 WTSG 这边 小狮子是击倒了 WTSG Larsen想要往圈中先摸 应该是被看到了 这个位置能不能扶 已经贴得非常近了 小海和小狮子这两位置有点近啊 对的 已经贴得非常近了 小狮子已经暴露了 Civet这边能不能看到 他在找位置 他在找位置 小狮子没有发现 被打掉一个半 还是一丝血 但是被远端的打掉 远端能不能支援一下 这边是冲到了近点 小海血量很少 小海血量很少 能不能换你 忍受支援一下 没有打过 只剩BT一个了 只剩BT一个 但是miss还有两个三个战斗力啊 这一波 BT也没要了 难度非常大了 碰到一个 两个没机会 没机会了 miss没有给OMG机会 最后还可以把自己两个队友扶起来吗 对 确实也是少了一个人 那次是给了主战组 最后形成了 WTSC一个对阵miss两个的局面 WTSC这颗手雷 不是 BT刚才击倒的 流血流死了 流血流死了 这颗雷 没扎到 没扎到 现在双方一位一 一位一 看一下WTSC今天能不能兑现自己的诺言 自己放出了狠话 拿下自己的一击 是 泰国战神也是一往无前 但是现在的话 梅花庄缩在阵中间对两边都不是很友好 而且投掷位已经基本上耗尽了 单挑 WTSC Larson 对着 MTHMISS的 轰波亚 这个时候就看圈缩了 他们两个都不会动的 因为都没手雷了 怎么说呢 第三次肯定不动了 Larson他刚才错过了最好的机会 就是那颗手雷没有扔得非常精准 血线上的 Homboya是稍微占据一些优势的 现在要看谁先吃到这个电圈的伤害 我觉得是考验选手在 瞬间瞄准的一个功力了 这个时候其实有一种 枪线 就是如果你是先吃电的那一方 那你就只能先走 但先走的同时 一定是开着镜 然后按着shift往前走 慢慢走 确保你的瞄准心 可以开提前枪 对对对对 确保你的瞄准 这个一定是第一时间能开进 这个一定是第一时间能开进 提前瞄准提前枪 是MIST的先吃电 打一波 最后太空是WTSG WTSG 成功拿下